那么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行业 2011年是他们有史以来最最好的一年 看到了吧 中国人在买包 这个是一个奢侈品牌 幸亏我还知道这是Plata 奢侈品的门槛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所有的成本加走 跟你的最终售价之间 要有五倍的差距 如果是十倍以上的差距 那个叫做典型奢侈品 2011年上市的企业都不太好 中国的徐工像这样的企业 要去上市 要到H股去发行 发不了 三一重工 A加H股根本就发不了 但是有哪些在那边上市 火爆啊 万人空巷啊 去买他们的股票 奢侈品公司呀 新秀丽啊 这样的一些公司 这两年都在香港上市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人在那边买 已经催生了当地的黄牛党 因为他们买 一买就是一批 因为中国人买这些东西啊 是分成几类的 我前两天刚跟 世界奢侈品协会 中国协会的会长 和一个薰财富的主笔 是研究奢侈品的 叫周莹在一起 我们做一个节目 大家可以看一看 甘肃卫视的 我们就在探讨中国的奢侈品啊 三类人在买 第一类呢 是郭美美 为中国的反腐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在网络上炫富 一炫富 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觉得他富得冒泡 不炫都不行 而且这一类女孩子 她们自己本身就是物品 所以当他在买物品的时候啊 他是不讲价 他怎么贵怎么来 所以他满满的一抽屉 有可能都是珠宝啊 或者是满满的一柜子 都是鞋子 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类 中国现在婚姻很不稳固 二奶三奶四奶这种越多 这样的脑残的炫富女 也就越多 这个奢侈品也就越发达 对不对 还有一类消费的情况 也是中国特有的 送礼消费 你比如说 当他买十个包出来的时候啊 你会发觉他已经算好了 这两个是送上司的 这个是送平时帮过他的朋友的 另外一个稍微便宜点的是 送很得力的手下的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特点 你说送个一万块钱 多傻呀对不对 你送一个包多好呀 中国在所有的奢侈品行业的消费能力 大概都是世界一流的 以前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是全球第二 很快就会超过日本变成全球第一 因为日本人现在萎靡不振了 我们中国人昂首向前 他们说到国外的奢侈品商店 已经不是说中国人消费 而是中国人去了之后 可以跟老乡打招呼 说你是河南的 你是死穿的 全都已经这样子了 奢侈品消费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叫做硬奢侈品 就是游艇啊 私人飞机啊 这些东西 这些是男士喜欢用的 一般来说 乡车美女 什么豪华游艇美女 这个东西往往是同样一个购买者 隐藏在背后 它只不过是表示 这两样东西都是它的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 一个老爷子站在游艇上 然后挺着大肚子拍一张照片 这个叫硬奢侈品 硬奢侈品的消费 中国也是很高 那么包括背后的 这一条产业链条也在那边 还有一种是投资品 你比如说珠宝 去年以投资为主的黄金消费 基本上已经接近首饰啊 这些消费 我知道很多人手表有影啊 买个五块手表 你手上会戴上五块手表吗 根本就不可能 它就是手表综合证 那今天戴一个 明天半套衣服 它再戴一个 这种既可以炫又可以投资 还有一类叫做软奢侈品 所谓软奢侈品就是 这个服装啊 衣服啊 鞋帽啊 包包啊 这些东西 我们还找了一个模特儿 那个一个小姑娘 她买了一个分底的包包 因为她全身其他没有名牌 我说你不背这个包包 是不是就这个行业里边出不去 她说对 她说我们这个行业是这样 大家也不说破 但是呢 人家看你这个穿的东西 背的东西 就知道你大概赚多少钱 在这个行业里边 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层次 所以你如果说全身上下 什么也没有 那她只好来向叶老师学习 当经济学家 这个就是行业特性 2011年奢侈品的产销量 净利润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而且很奇怪的是 它牵涉到所有的领域 就是说不光是硬奢侈品 包括软奢侈品 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这个也很奇怪啊 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那么差 另外一方面是奢侈品消费那么高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去年四季度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如果说实体经济继续不好的话 会影响到奢侈品行业 今年预测奢侈品行业的销量会下来 为什么 去年有一个人 他喜欢中国的艺术 他把他的所有的中国的产品 拿到拍卖行去拍卖 然后这个药价五千多万 其中有一半是流派的 然后包括去年四季度的时候 大概十九件左右 中国的艺术品在这个拍卖行拍卖 有六件是流派的 然后有很多件 这个没有一家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四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边 茅台的投资品的价格上涨了 十倍都不止 它可以拍卖到几十万 但是最近又恢复到几万块钱 下降了十倍 这个是去年四季度的事情 所以说明整个全年的情况非常好 但是去年四季度的时候 已经逼迫一些人 拿出他的奢侈品来拍卖 并不是说市场没有钱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出手 是看不清楚